同樣是在高雄有三名男子潛入了鳳山水庫 投了一艘船罰在水庫里划船钓鱼 而水庫的工作人员发现船不见了 立刻报警来处理 警方赶到现场 现场也逮到了这三个人 立即将船罚滑向岸边逃逸 人遭警方逮捕大案 三名嫌犯攀爬水庫外墙潜入 破坏船罚锁据之后 利用自备的船桨滑到对岸来钓鱼 而三个人公称 这已经是第二次潜入了 便称不知道已经处罚 而全案会依窃盗毁损 无故侵入土地等等的罪嫌 来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我是李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